碰的一声 天外飞来大树干砸破挡风玻璃 吓死人了 市区竟然出现龙卷风 黑色竞选不断逼近 路数人车全被狂风卷飞 前方的白色轿车上下摇晃被卷入龙卷风内 零人带车 瞬间抛飞 下一秒车子不见了 路过的女骑士根本来不及逃 也被抢风卷起重摔倒地 看着眼前的景象吓到站不起来 后方驾驶在抢风中 冒险下车救人 害人景象宛如大灾难 人车被狂风卷入 重摔田里 郑西森除了怕还是怕 苏迪勒前脚刚走 8月9号下午3点多 台湾市区出现龙卷风 这些上一家三口寒车 重量超过1100公斤 还被甩飞30公尺远 抛飞一公尺高 一家三口奇迹平安 真的是有惊无险 可怕的龙卷风横扫市区 不仅卷飞人车 连重大两顿的货柜都被卷走 飞到10米远 惊人威力简直比台风还要吓人 这期间黄佩如开了报道 这期间黄佩如开了报道